早前在網上公佈懷孕喜訊 正式承認已經懷孕三個月 餘產期就是明年的四月 雖然在外國長大 但依然堅守中國人的傳統 懷孕不足三個月 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我比較 因為我在美國大 通常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會告訴別人 但我發現 因為我老公很中文 所以之前三個月 其實都很辛苦 所以現在都很放鬆 很開心 老公應該更興奮 他很興奮 我想他比我更緊張 所以很支持 現在身體適應了 你有沒有不舒服 之前就會 但現在就不會 因為我第一次 可能頭幾星期 試了很多不同的 吃的方式 還有吃些甚麼 我發覺原來 有些東西 我可能會多些菜 這是我 牛肉和湯 是比較配合我的肌肉 當然我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 我已經不再吃了 很多東西 你可以搜尋 還有自己 都上了一個 50個小時的 肌肉課 所以其實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要問 做一個媽媽 你應該問我 因為我之前 那三個月 都沒有做運動 所以我開始 練習 練習 對於BB的性別 Gaylee還未知道 不過她就想 我真的想 如果可以生個BB 那BB是健康的 那是最重要的 但當然 我是女孩 如果有一個女孩 你可以跟她化妝 梳頭 會多些東西 可以相關 但健康 已經很重要 我沒有想到 前夫黎明 同日出席活動 就對Gaylee懷孕 一事充以不敏 那她私底下 又有沒有恭喜你 沒有 但你也知道 沒關係 其實 不是特別太多 我自己懂得恭喜我 而懷孕 jur似充 就像是 梅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